哈喽小伙伴们 我是实景区UP主和AMER 本期内容诚意满满 干货多多 不论男女老少 或者是偏爱哪种穿衣风格 相信都会对你的穿搭思路 和审美思维有所启发 建议先赞后看 保证不亏 我相信在本期知识点帮助下 多数人都能轻松胜任 一个穿搭博主 或者时尚KOL的工作 因为咱们这次主题 不是向你介绍某一类穿搭 或者今年的流行色是什么 或者怎么穿 显高显瘦显年轻这样的问题 而是直接来到穿搭的终极命题 怎么穿才好看 这也是困扰了许多生意 还在红着眼睛 刷着淘宝卖家笑 寻找灵感的少男少女们的永恒命题 首先别怪我墨迹 主要是本期让你成为穿搭王者的三个技巧 实在是太简单了 认真讲一分钟就能说完 为了拖时长 在我们探讨这个命题前 先来反驳市面上的一个主流观点 这部分内容来源于 我做这期节目前采访的 一部分群里和生活中的小伙伴 关于怎么提高穿搭审美这个问题 结果大多数小伙伴都认为 多看看国际一线的高端品牌 时尚界的大师 以及他们的时装秀 是正确提高穿搭审美的途径 屏幕前的小伙伴 对此表示赞同的请扣一 不赞同的请扣二 首先啊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高级哦 不过你们真的是这样想吗 还是因为这个答案听起来最正确呢 不论如何 我个人先表示不赞同 理由如下 首先奢侈品牌和大师作品 不能画档号 那咱们就先说奢侈品牌的问题 这个啊 半佛老师有个视频里面 已经做了比较尖锐的评价 我就不赘述了 还有的人说啊 那么多买奢侈品的人 又不是傻子 如果这些大牌外形不是最美 材质不是最好 那凭什么最贵呢 哼 不冲突啊 因为奢侈品和大牌 本来就不是给富有审美的人制作的 去掉了审美两个字啊 反而就对了 所谓的贵族文化 奢侈品 从古之今存在的主要目的 都是用来区分阶级的 上层阶级流行的果胸 大婆婆裙 复杂的发型 装饰等等被发明之初啊 突出的核心思想就一个重点 购买要花费大量金钱 穿戴要花费大把时间 最要命的是 穿上之后还行动不便 影响劳动工作 嘿 你猜怎么着 因为老子根本不用劳动 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浪费 老子和你们这群劳动人民啊 就不是一路的 就问你羡慕不羡慕 生不生气 所以那些买到洗一次就坏了的奢侈品啊 不要去问是不是质量问题 问就是你不懂 抱歉 我们真的没想过买这件衣服的人 还会洗了穿第二次 这种言论都是来自这个核心思想 你不用好奇 这种反制的文化 为什么会如此经久不衰 屹立不倒 更不要嘲笑买那些东西的人 就是被收智商税 比如我哥 口头尝试成功的男人 怎么能没有一件阿玛尼呢 腰间的Gucci皮带大logo 一定要录在外面让别人看到 虽然听起来像个二傻子 但是我看他做生意的时候可经营了 存在结合理啊 买卖双方都不傻 只不过富人或者希望自己看起来富的人 永远需要一种门槛低 效率高的方法来展示自己的地位 买卖双方都是各取所需吧 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只要不批判不盲从 甚至还能从大牌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比如怎么包装自己 怎么炒作自己的概念 怎么营销自己的品牌 怎么去洗脑别人的审美是低级的 我们生产的美才是高级的 哦对了 这其中也有玩脱了的案例啊 总之啊 你能在奢侈品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很可能唯独学不到什么穿搭技巧 而且由于大牌时常刻意去和其他品牌 保持一定的差异性来彰显自己的地位 当大家的设计能力和基础审美越来越高时啊 就只能逼着追求差异化的品牌 往各种奇怪的方向去发展 那这一点啊 同样可以套在许多冒牌的大师身上 要讨论大师这个话题啊 有点太复杂 我不建议像大师学习的原因啊 就在于普通人其实很难辨别出真假大师 不幸的话 你可以看看下面这些作品 这是画家大师的作品 这是书法家大师的作品啊 摄影大师的作品 音乐大师的作品 以及现代艺术大师的作品 就像之前在视频里面说过的 阴阳语里面隐含的事物发展的规律 很多事情发展到极致之后啊 我们总会回到起点 艺术也是同理 因为很多事物的发展 都会从看三是三 到看三不是三 最后又回到看三还是三的过程 小时候你以为年纪越大 你就会变得越强 但其实最强的是中间那一段 等你老了一拳一拐 四肢勾勒者又和小时候看起来没有什么分别了 好 收 今天咱们不聊哲学 那么不以上述二者作为参考意见的话 我们应该从哪儿获得穿搭乃至一切与审美相关的灵感呢 很简单 答案一直都摆在那儿 尽管几十一地球个体审美差异巨大 但是从古至今的艺术从业者经过不懈努力 还是总结出了一些征服人类眼球的共通规律和底层逻辑 并且将之广泛运入在传统绘画 电影 游戏 服装 建筑 平面 工业等等设计之中 这些法则早已公式化 并且久经验证非常成熟了 相信对于许多从事设计和具备美术基础的小伙伴来说 都不陌生 今天讨论的穿搭也不例外 本质上也是一道美术题 下面我就介绍三套用来主导穿搭审美的美学逻辑 把它们按重要性反向排名 分别是第三名 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第二名 色彩 以及第一名 这个第一名可是实至名归的 只要这点做得好 即使违背了第三条和第二条 也能成为优秀的穿搭案例 这个我们待会儿讲 大家可以把自己心中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看看我们的意见是否一致呢 又是否有聪明的小伙伴 能够猜到我心中的答案呢 哦对了 该不会大家的答案都是长相和身材吧 然而真正的答案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给外貌大大加分的哦 我们先来说说第三点 也就是我们的穿搭应该在整体相对统一的前提下 从局部跳脱出来进行点缀 提升或者呼应 理论上啊 整体统一这点大家都不会做得太差 毕竟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艺术类型 大多具备这条处性 从小学写作文起啊 我们就已经习惯了这种主题明确的表达方法 所以你应该很难在街上看到一个头戴福尔摩斯帽 上身机能冲锋衣 下身搭配破洞牛彩裤 脚底还踩着一双豹纹痘鞋的人 即使是某些以混搭出名的风格 比如City Boy 也是把生活和运动风里面一些相性良好的单品组合起来 借此重新生成一派体系 就像金庸的小说里面 既有武侠也有爱情 还有政治和哲学 但你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出它的主题是一样的 所以针对这一条 我们的重点就放在局部的点缀和提升上面 要么和主体部分呼应 体现你的一些巧思 要么是在不破坏主题的条件下 让点缀部分放飞自我 彰显自己的大胆和个性 但是放飞自我这条新手生用 稍不注意就玩脱了 第二点是色彩 最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 网上遍地都是教程 什么同类色临近色对比色互不色的搭配教学啊 太多了 我个人的观点是 如果你对美术和设计不感兴趣 大可不必去学这些东西 这里只说下我个人用到较多的两个技巧 首先我认为没有必要去背色魂 挑几个自己喜欢的受众比较广的颜色组合 比如我个人喜欢的黑白均绿 还有蓝色和黄色的组合 女生常用的高灰度的蓝白粉绿之间的组合等等 以后选大件的单品时 就在这几个配色里面挑 你可能常常看到各种推文里面 案例你多多尝试各种花脸胡哨的配色 突然给别人焕然一心眼前一亮 百变小仙女的感觉 但事实是 不管你千变万化 怎么变都要和你类似的人 变来变去 别人反而不容易记住你 这点其实做视频也是一样的 像我这种兴趣太广泛 忍不住在各个大区里反复横跳的up主 其实是很吃亏的 所以我已经下定决心 接下来一定会统一我的视频内容了 除非忍不住 总之这人穿既容易让别人记住你 也不用担心新买了某个颜色的单品后 还要额外购买别的搭配 很多过去的衣服 由于配色高度统一 都能轮换这组合搭配 既省钱又省心 千万不要随便相信什么 今年的流行设施啥某某单品已经过季了 这类屁话 资本主义的嘴 骗人的鬼 我十几年前高中时候的衣服 现在还经常组合在我的穿搭里面 甚至还穿着他们拍视频呢 过时论的唯一目的 只是你的钱包而已 年轻人注重搭配和形象是好事 但是被人带跑偏 投入大量的精力和金钱还是不值得的 另外选择颜色的第二个技巧 就在于挑选颜色的灰度 大家都听过一个词叫做高级灰吗 那与之相反 高纯度的原色呢 优点是墙眼 都用在户外的服装上面 方便以外辨认和搜救 而如果用在日常服装上呢 稍不注意就会从墙眼变成辣眼 那灰度呢 取决于两点 一个是纯度 也就是饱和度 这个不用说 大家都知道 二是明度 色彩的明暗 这年很多人都有个误区啊 以为穿搭一定要选明度接近的 高明度配高明度 低明度配低明度 但进阶做法 其实是明暗混合搭配 更符合美学的常识 学过美术的小伙伴 肯定都听老师说过 这张画太飘了 暗部加深一点 不然压不住 或者画得太深了 把亮部提起来 这样的逊斥 反应到穿搭中啊 也是一样的 除非是那些明确表现 黑暗或者明亮的主题 否则一套优秀的常规穿搭里面 一定是像看画一样 能够清楚的找到明暗关系的 顺带一提 当你的穿搭缺少亮部和暗部的时候 保底的暗部就是你的发色 保底的亮部啊 则是你的肤色 这么一看 世界的确对黑人和光头不太公平呢 好了最后 终于说到我认为重要幸运 高于第二名和第三名的一点 也就是疏密对比 是不是听起来有点陌生呢 但你一定听过衣服的层次感 又或者某件衣服太花 某件太树之类的形容词 其实这就是美术里常说的疏密对比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繁衣简的对立 把一件纯白的T恤 由简单变为复杂的结构 可以从图案入手 往上面加文字 加图像 加腰果花 又或者从层次入手 往上面增加飘带 扣子包包 在里面叠穿衬衣 或者帽衫打底 又或者把它作为打底 叠穿在外套的里面 逐步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 当这个复杂的结构 与身上其他部位的简约单品相遇 就会形成一种疏密的对比 首先啊 不管你穿上什么样的疏密组合 都是可以的 但是他们所达到的视觉效果 对穿戴者的门槛要求等等 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以一个颜值身材 都是平均值的普通人作为模特 要实现同样的美观分数 以难易度作为先后排名啊 那分别是疏密相对均匀 以及疏远大于密 又或者密远大于疏 这其中疏远大于密的结构啊 就是我们常说的极简风格 一般驾驭这个风格 想要达到很好的效果 要么是你长相出众 要么就是你的身份地位出众 比如扎克伯格和乔布斯那样的 对穿戴者有一定的门槛 而密远大于疏的结构 则多鉴于袖场 或者是概念海报之类的 有一定的抓眼球抓话题的目的 平时是很难穿着出街的 即使你长相出众 也有不小的概率翻车 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 最好的穿搭方法 就是在名为穿搭的有限画布上 尽量合理均匀地呈现 疏密的对比关系 越能体现自己的创意和巧思 就越高级 给人一种 哦他居然用那个作为密 哇他居然把这个当成疏这样的印象 而且结构与图案的疏密交叉使用 也会产生各种意想不到的结果 给穿搭添加了无限的可能与趣味性 只要脑子里有了这一套概念 从你的衣柜里面 随便找几套衣服往身上一搭 就是杂志案例级别 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有用就请点个赞吧 那么下期再见咯 拜拜